沒想到我就真的在越南 把我的Spark賣掉了 這是我的Spark 今天就正式變成你的 感謝我的Tony軟 順利敗出我的Spark了 好啦你們看完剛剛那個畫面 就代表 沒錯 我的空拍機已經正式的賣出了 然後我現在在這個位置呢 可以看一下 這裡是一個 華山草原的一個涼亭 然後待會 我就會在這邊 跟懷爸 買我的新空拍機 這遙控機是全新的 然後電池真的超新 其實功能全部都正常 不過我們給他試了就知道 只是在這有些小傷痕 他小摔過 反正功能全部都好了 然後而且你還有三個月保護 這邊還有一堆螺旋槳 就 隨便我就一起丟進來了 對 多送一堆 原廠螺旋槳 我們來配對一下 然後對這個跟Spark不一樣的是 這個東西一定要拔起來 你之前有用過嗎 有 對 我們就要拔起來 剛剛你拿起來就顯示沒有GPS 就小白跟你講 就一定這GPS要9個 沒有其實是至少10個 10個也都還會飄 至少12個才會穩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它跟Spark不同的是 它有右滾 右滾的是直接控制那個EV值 好光 對 可是通常拍應該都會把 E-Lock 就是曝光鎖定 因為不然有時候你拍 比如說是散景 然後這樣頭 雲台轉到天空之後 畫面直接 接接的變暗 對 然後它的遙控器是 這兩顆按鈕 跟這個上下左右 其實有總共六個東西 可以自訂功能 像這個 我會建議其中一個 放成那個地圖跟FPV切換 像這個很明顯的是下風車 起飛我突然不會站在下風車 就站 因為它一起飛的時候 它會就往後 然後再學習 重新學習 飛一下空拍 再學習 重新學習 飛一下空拍 因為它很容易斷骨船 對啦 這種你就會想要飛很遠 飛很遠的不確定因素就很多了 YA 我升級成Mavic Pro了 所以之後應該可以看到更多的空拍畫面 反謝懷霸 因為之前我的Spark其實 炸雞超多次 也是麻煩懷霸幫我處理這樣 受不了了 升級了 訊號穩定 又抗風 對 所以如果你也有空拍機的需求 這邊Logo就在這裡 自己Google一下 懷霸風科技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在這邊結束啦 希望你喜歡我這支賣掉空拍機又買新的影片 下支影片見 掰掰